海賊王真人版 不論你是抱持著什麼樣的心態觀看的 看完後一定都會開始相信 心田真劍佑真的很帥 Yoshi 欸怎麼可以有人不管是在演戲的時候還是訪談的時候都這麼酷啊 之前看他在某一次的訪談中被問到 為什麼這麼多人看海賊 他回答 這不就是在問你 為什麼聖經那麼多人看一樣嗎 然後丟字卡 好啦聊正題 我跟大家一樣因為過往的慘痛經驗 變得不相信任何真人化電影 就算有韋田的背書 就算海賊真人預告出來後看起來並不差 卻還是忍不住先入為主 比起期待 更多應該是抱著 我就看你怎麼玩的心態 這次海賊真人版 導演和韋田都在訪談中透露 劇情將會重新編排 一聽到重新編排 就忍不住想起名為魔改的恐懼了 但第一集確實有點意思 影集中任何改動都變得很合理 那些先行在預告中被吊到不行的尷尬感 實際上並沒有那麼糟糕 我是說真的 連電話蟲的越看越可愛了 怎麼這樣 原作氛圍是一部歡樂的少年像漫畫 影集版則偏向少年拍 神鬼奇航的調性 在奇幻的時空下 更寫實地描寫海上生活 把漫畫和真人之間取得一個不錯的平衡 對真人版沒有信心的人看了 大概都能一改過去對真人化的偏見 分數滿分10顆星的話 我給7.5顆星 整體來說算是很成功的真人影集 至少終於不是慘遭真人化了 那就先來聊聊我覺得真人孩子成功的地方 最後再來講不到位的地方 如果回憶一下過去慘遭真人化的例子 腦中就會跑出幾個超壞的印象 大型cosplay 魔改 特效爛到爆 這樣講cosplay好像有點污名化cosplay了 其實也不是cosplay的問題 但是應該要cosplay歸cosplay 電影歸電影 所謂的cosplay就是指 三次元的人扮成二次元的角色行為 為了要更像二次元 cosmen會畫上特殊的妝 穿上特製的衣服 但是真人化電影 既然都叫真人化了 那就是把二次元帶進三次元中 二次元的角色也必須更真實一些 可能妝感不要那麼戲劇 服裝也要更有立體感 但是很多的真人化電影製片 都過於追求還原 扮演好像是一定要扮得一模一樣才能演 可是外型並不是一個角色的全部 角色的背景和個性 都是支撐其角色形象要素 除非是專走搞笑風格的作品 追求假假效果cos 不然演員氣質一不對 就整個非常奇怪 例如被罵翻的七龍珠全面退化 就找了一群 呃...外型跟氣質都不像的演員 而日本的製片們在選角的時候 也容易先從名氣的演員開始考慮 反正現在裝扮技術這麼強 辦一辦就像啦 海賊真人就很明顯 造型沒有刻意還原吧 像即使捲眉毛不見 騙人不長鼻子也變正常了 這讓我想到之前剛公布真人演員的時候 不小心產生了一個思考上的誤區 我心想 選角怎麼只有索隆還原 其他怎麼那麼不像 诶?不像? 真人反而是要怎麼像動漫角色 是帶個角膜變色片 穿上角色服裝 然後模仿嗎? 這不就是最爛的那種嗎? 不管是清改還是有改作品 只要是改編作品 角色換個載體後都會經過重新設計 設計出那個載體適合的形象 只是那個當下 還無法習慣其他宇宙的畫風 但現在已經非常可以接受了 雖然少掉在原作中 被夥伴當作互相吐槽的特徵 稍微可惜 但要讓角色走進三次元中 勢必會做出一些取捨 各位總不會想看到真人相及視 也冒愛情對吧? 但還原最讓人詬病的地方 是還原動漫中 令人尷尬的中二演技 很多在動漫中看起來很強 很帥的效果 弄成真人版 非常的直尷尬 我們常常誤會是演員的演技在尷尬 但其實編劇的問題比較大 動漫總會為了表現劇情張力 放大戲劇化的效果 像是中二的台詞 出招時大喊招世民 各種有的沒有的演義 放在真人劇中 這整個很不對勁 但像娜娜 交響情人夢 翻拍翻到爛的流星花園 這種沒有中二感 正常的實改群像劇 就非常的好看 所以想要降低因為無法還原動畫 所造成的硬傷 最好的做法就是 收斂 真人海賊修正 原作中不符合現實的誇張反應 針對每一位角色的個性做的調整 像是魯夫的個性 從一知 樂觀 神經很大條 憑著直覺行動的單細胞生物 變成了 會進行複雜思考人類 原本魯夫的人設是一個愛吃的大食怪 只要是吃到吃的 誰攔不住他 影集中魯夫也是 可是真人魯夫 卻願意放下對食物的執著 把食物留給需要的人 韋田在訪談中有提過 他在看劇本的時候 有覺得某些地方寫的並不像魯夫 但實際拍出來之後 就覺得意外的很不錯 我自己看完之後 也不太會有真人改變的那種尷尬感 可以當作是多重宇宙的魯夫 跟魯夫有著類似 缺了不同的人生經歷 好 真人話最後一個大魔王 魔改 真人話電影幾乎都是一集就結束 電影只有兩個小時 如果沒有續劫打算 不免會針對劇情做真山 每個載體都有自己適合的呈現方式 只要劇情走向和核心理念不要歪掉就好 偏偏 很多真人電影都編劇大師 不僅塞了原創 也更改了角色間的關係 最後結局變得不像我們認識的作品 失敗的改編 像是把雞蛋打散之後 加入奇怪的化學原料 動成一道 看起來很像可以吃 但是食不下咽的廚餘 但成功的改編 則是把雞蛋打散之後 加入一點調味料 重新料理 變成不同風味的佳肴 真人海賊是屬於後者 導演 Matt Owens 提出了大膽的改編方式 不僅重新編排 還讓這個世界更有連結性 海賊故事都是偏章節式的 但老觀眾 都對海賊有著一定的認識了 可以不一定要依照順序 所以導演就想 有什麼事件是當時同時在發生的 以不會背叛原作的內容 還能多鋪陳一些伏筆 所以可以看到某些角色提前出現 某些章節順序調換 用多重視角去看海賊 海軍各方勢力之間的立場 讓從來沒有接觸過海賊的新觀眾 也能快速了解這個世界觀的運作 可是不管中間怎麼改動 到最後依然會以自然的方式 完美的還原原作 重現原作中的經典橋段 看到後 會有跟發現彩蛋石一樣樂趣 動畫版光東海篇就有61集 刪掉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事件後 劇情推進速度加快 更符合現代人的觀影習慣 我也都在想 這才是正常速度吧 但該感動的地方依舊好看都不行 並沒有拿斷因為時常的關係就被亂做 尤其是相機師和哲譜的故事 做出比原版還要更讓人震撼的改變 原本以為不會哭 但眼淚又不爭氣的流得下來 如同韋田說的本作沒有任何妥協 真人版海賊把真人畫總有的缺點縮小 選角越看越符合角色氣質 這些角色也都是韋田親自挑選的 飾演賭夫的男主角 伊娜基格多伊問韋田 為什麼會選他 韋田說 因為在試鏡的時候 你讓我笑了 而伊娜基自己有提到 他覺得賭夫的笑容很重要 所以他在試鏡的時候 都是笑得跟賭夫一樣燦爛 他自己也像賭夫一樣樂觀 覺得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很有趣 海賊連載那麼長一段時間 有不少人捧著真人畫企劃去找韋田 但都被韋田一一打槍 是到這幾年 韋田的想法開始改變 因為CG技術越來越好 他覺得真人畫似乎也沒有不可行 而且年紀也有了 剩下還有體力 還能親自下海監製的時候趕快做 才不是酸酸梅子在那邊說的 是錢錢太像 雖然錢錢真的很像 忠實的讀者都懂韋田 對作品的執著 影集正式開拍後 中間還一度休耕 跑去南非看片場 很積極的在關推 宣傳真人畫的消息 真正的粉絲 我想應該是不會真的認為 韋田是因為錢太像才做的吧 為錢出賣自己的靈魂 這麼可恥的事 我來就好了 學訪優格 老觀眾都懂學訪優格的好了 所以我長話短說 今天開始 開團至9月14號 團購錶單 我就放在日頂留言了 保證吃過之後 絕對不會後悔吸叠 韋田這大半輩子 都投入在海賊當中 一個連載20幾年 周更幾乎不復間的人 人氣不僅沒下降 還越來越多人入坑 像我小時候真的看不明白 為什麼魯夫 只憑這一股傻勁 就什麼事情都能解決 直到長大之後才懂 或許魯夫 就是理想投射吧 提醒我們 也可以用更純粹的心態 去面對這複雜的世界 但動畫還是拖到讓你很不爽 導演Matt也提到 他說他高中時期也沒有gay到 是在經歷了很多事情之後 重看海賊 並從中獲得了勇氣 所以一聽到真人話的消息 Matt馬上毛遂自見 他生怕這IP 變哪個傢伙搞爛了 決定之後 Matt親自拜訪韋田 韋田一開始也很擔心 不過在聽到導演親自闡述 他對海賊的想法 話語中談的全是感情 那個時候 韋田都覺得 這個導演 不許值得相信 一個真心喜歡海賊的人 不會背叛海賊 導演自己說過 而想要創作一部終於援助的真人影集 不僅能滿足老粉絲 還能吸引新觀眾 製作人員 包含演員 幾乎都是看過海賊團隊 觀眾不是傻子 大部分的人都能明顯感受出來 製作團隊 到底等不懂這個IP 對於不熟悉IP的製作人 很容易就往商業角度去做 我們要迎合歐美市場啊 我們要迎合亞洲市場啊 做出來的東西 根本是來傷害粉絲的心 以粉絲的角度來說 希望團隊 越有愛越好 不過因為是第一次 跟影集團隊合作 韋田花了七年的時間 在跟團隊磨合 不滿意就改 然後延期 後來韋田也在社群上 大方公開表示 整個製作團隊 和演員 都非常的棒 他非常的喜歡 雖然世界上 並不是所有努力都會成功 但他希望團隊們 能夠早點在全世界 受到讚賞 如果有人有意見 他會負責 不過有一說一 有一些技術上的問題 無法無視 你們知道 這個 索隆刀鞘 也吃了橡膠果實了嗎 最開始幾場戰鬥的武術指導 滿有新鮮感的 有替角色戰鬥 設計出不同玩法 不過在重要的大場面 就缺乏打擊快感 最終BOSS惡龍臉部的視覺效果 也並不精緻 身形不夠壯碩 很難說服別人 他是東海最強的BOSS 搭起還比較能勾起童年營營 可是偏偏和惡龍的戰鬥 應該是整個東海篇最重要的收尾 所以看到後面會有點後繼無力 草草收尾的錯愕感 變成主角群的塑造都很好 反派塑造就普普 不過第一集本來就是把重點放到收集夥伴 所以或許第二季打克洛克打二的時候會好很多 整體來說 影集沒有背叛原作的粉絲 也能夠吸引新觀眾入坑 所以這次真人海賊影集改編非常成功 後續發展值得期待 嗯 這次用一個Podcast的感覺 沒有其實只是我懶的化妝而已 好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給我個超級感謝小小支持我一下 我是曼 下次再見囉 掰 1 2 1 2 1 2 2 2